别来无恙 我手上拿的的是刚刚发布的OPPO RELLO 10 PRO加 我拿到手的第一感觉 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栏目先说缺点来说的话 就是塑料中框 塑料背板 跟上一代比了 其实质感 品质感是有下降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其实今天呢 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评测 或者说屏的部分更多 这部手机呢也不是OPPO寄给我的 而是我找我们同行借的 OPPO寄的还在路上 所以就为了赶时间赶手发嘛 其实相对于上一代这个RELLO 9 PRO加来说呢 其实我可以说他们的改变是比较小的 你看处理器都是降频的小龙八加 然后这个RAM都一样 别的周边配置啊 该有的都有 什么红外遥控啊 什么NFC啊 这些都有 然后呢 区别就是他给了这一个OV64B的潜望长焦 那这个潜望长焦 也是我说它是这个 只不过这个用的是RMX890啊 这个用的是1分之1英寸的OV64B 当然这个效果怎么样了 我们可以放照片来看一下 可以说也不算差 白天什么的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当然光线环境差一点 这个大底肯定会更好 这一代呢其实比上一代还要重几克 那为什么会重几克呢 主要是因为第一 它把原来上一代的这个长寿版的80瓦快充 换成了这个100瓦的快充 所以这个快充这一部分就要重一点 第二就是潜望长焦哈 所以这个模组可能会要略微重一丢丢 然后呢就是什么呢 然后就是跟上一代的这个玻璃的这个背板 还有这个金属中框相比哈 这一代的这个就是塑料的中框 塑料的背壳 当然塑料也分好坏哈 它官方宣称这个叫是这个航空级负荷材料 你做过这个航空公司航班或者头等舱的也知道 其实它这个墙板上面跟大塑料区别也不大 当然如果说从塑料的质感和观感来说 这个OPPO Reno 10 Pro家也算是最好的那一档哈 它肯定是不差的 其他的啊 你像降频版的骁龙八家 因为这个UFS 3.1 LPDDR5X 这些什么红外遥控啊 包括这些周边配置啊 线性马达这个双扬声器 其实都一致 所以我觉得区别不大 它可以说是一个小改款的产品 因为这个潜望长焦的插入 我称它为Find X6的这个青春版哈 然后呢可以看出从这个地方 它有个Powered by这个 Merry Silken 就是马里亚纳的这个芯片 可以看出这个马里亚纳被砍掉 是非常突然的 不然这个芯片可能都不给它往上放了啊 可能现在砍掉之后 其实它的维护啊到后面我可以说 也比较难发挥这颗芯片的全部实力 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个点吧 可以这么讲吧 手机厂商呢 应该卷到头了 包括618大家可以看到 骁龙7GN2 骁龙8加 骁龙8加降频版 然后骁龙8GN2 各个档位都在卷 我觉得 这个跟上一代的这个Renoge Pro加相比 如果价格能够降一点的话 应该也会卖得挺好的 手机既然已经卷到头了 目前传闻最多的就是到 下个月苹果的这个WWDC应该会发布AR的产品 这个概率是据说是超过百分之八九十的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个有可能的所谓的前两年画的饼啊 元宇宙啊 或者所谓大家期待的下一代的 像这种消费电子的现象级的平台 可能就会 大家就不卷它了 然后聊一聊这个最近的机圈吧 其实国内手机市场的形势 依然是非常不好 那根据Tech in Science的QE的数据 就是这个国内市场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 同比下降了13% 是中国市场连续第五个季度 超过两位数的下跌 这个特别恐怖 所以一些小厂啊 这些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最多国内的这些手机厂商 再卷一年 那明年就可能没有这么卷了啊 那该砍掉的纸品牌 就不好卖的产品系列 甚至可有可无的这个 呃研发所谓的创新 可能到明年最晚明年都可能会砍掉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出货量下滑严重 它更多的可能或因或果的 你比如说这个财政收入的数据下降的很严重 还有这个青年的失业率 还有全球范围内的这个库存危机 和经济风危机的这个担忧 所以说现在只有让利这个产品力 来提升它的产品力来刺激消费了 那骁龙7GN2是这个道理 那之前这段时间 无论是内存还是固态的这个大降价 也是这个道理 那OPPO它下放这个潜望式长焦 也是这个道理 好 以上就是本期Reno 10 Pro家的一个 不能算评测 只能说聊聊天吧 但是我们标题要这样打 然后呢 我个人是挺喜欢这样的一个改变的 其实实用性啊 各方面会更好 大家看到这的时候价格也发布了 你觉得值不值得冲了 然后呢 手机已经卷到头了 就接下来该AR闪亮登场了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 欢迎点赞关注 然后你还可以在评论和弹幕区 分享你的观点 我是沐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最近新品很多